北京公司的北岩農司長 北京的許主長 還有鐵圖公會兩位的長領事長 還有部裡面的這些長官 還有今天很多在座的鐵道的維持工作者 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很多遠從日本而來的鐵道土業的代表們 大家早 今天是我們台鐵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一個日子 因為今天這個機會除了在我們基本部有一系列的活動以外 我們在全省各地的重要車站也會同時舉辦很多的活動 大家一起來共同慶祝這麼一個重要的日子 同時我們在今天也會借今天這個機會表揚我們幾位 這些資深基友的同仁 還有台鐵之友 謝謝他們過去這一年多來對台鐵的一些支持和風險 當然啦其實我們最主要是要感謝我們這一百多年來的這麼多的前輩 他們用他們的智慧跟心血幫我們墊下了非常多的一些好的基礎 我們現在也是在這些企圖上面繼續的往前邁進 主要就是說今天我們透過這麼一個服務節來表達我們這個 其實台鐵這幾年這麼一百多年來 心火相傳傳承感恩合作向前再創新約 這是我們一個永續發展的精神 那我們回顧過去這一年多來 因為在交通部的指導之下 我們所有的同感也積極盡力地完成了許多重要的工作 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來順利地完成這個連續降期的一個輸入任務 那麼今年的2月6號因為花蓮正在的關係 我們也為了配合行政院的一些振興進行 花蓮的振興進行光光啊 我們除了提供很多優惠專利 同時在我們現有的雲人之下 又規劃加開了總共100個列次的企業的這些專車 我們輸送的大概有將近三萬多的旅客送到花蓮去 我們來完成這些光光的一些普通 那麼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在去年 我們也把我們的PP客車啊 打造出了所謂的親子車廂 提供了一個親子在旅遊的一個專用的環境 而且這也是我們台灣第一個運輸業者 有打造了這麼一個親子的一個專用運輸工具 那麼這些都是同仁這幾年 這段時間來的一些努力 另外在工程方面啊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成績 重要的是像在去年 我們如期的完成了七肚八肚的這個橫線的工程 那麼這個工程的完成呢 除了能夠輸減在這個一段的一些運輸的一些平均以外 增加了一些調柑彈性 同時對宜蘭花蓮的運輸提升也有一些幫助 那麼另外啊 再也付出事業上面 我們這個宋山車站的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的民間參與的民間參與的營業案 我們也獲得了這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貨獎 這個優等獎 同時我們也獲得國有公用財產 活化運用績效 優良機關的第一名 那這些都是同仁一些努力的一個成果 那麼在這邊我要很謝謝過去這幾年多來 我們所有同仁的民意 那麼但是我們也在檢討過去這幾年來啊 還是有發生了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 那造成可能一些不方便的 不然啊 這個設備老舊跟人力不足 都是多年以來寄存的一個事實 但是我還是希望同仁們 我們不應該用這個做藉口 我們更應該去檢討 到底我們過去的一些做法上 有沒有什麼需要做一些調整改善的問題 那麼希望能夠徹底找出根本的原因 把問題能夠徹底解決掉 那麼針對這長年下來 這些硬體設備老舊的能力不足啊 請政府跟交通部啊都非常的支持 有關人力不足的部分 行政院呢已經在今年已經核定了 我們1907個的員額 那其中954個 我們已經納入這個月馬上要去辦的體育制考 另外953位的營運人員呢 我們在下個月也會辦一個考試 所以這些這些新進的1907個缺額的人 在經過禁用訓練之後 相信明年對我們人力輸給會有相當大的一個幫助 另外在這些一體生命改善方面 行政院在未來這幾年啊 已經總共投資了大概我們將超過1500億的預算 來進行我們的一個車輛更新的計畫 還有行政安全的改善計畫 還有前瞻基礎建設 這些都代表著行政院 非常的支持我們台灣體育局 也很重視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所有同仁 應該要一起努力來努力的完成這些基礎的建設 讓整個系統能夠更安全更可靠 我們有責任提供全國的民眾 一個值得信任的一個提供系統 各位剛剛從進入會場 可以看到我們這些的固執 都會用一些比較可愛的動漫的風格 同時我們剛才看到我們這位配備機器人 一個人的歡迎 我們主要想要表達的是說 台電雖然1341年 但是我們雖然老變 但是我們可以接受很多新潮的思維 我們也希望能夠做一些創新的改變 那麼展望未來 這種數位科技跟AI應該是一個趨勢 也會越來越不平 我們也在思考 把這些東西能夠適度的在教育訓練 關於雲上能夠導入 希望讓整個訓練的績效 能夠更有效果 主要是希望能夠說 讓這些科技化的服務 也能夠適度的導入台電整個運輸系統 讓台電能夠呈現一個完全全新的新的氣象 這幾年 我們也在努力配合軍修化的一個趨勢 所以台電這幾年陸陸續續跟國外的一些鐵道業者在這裡 我們到目前已經有跟20家的鐵道業者都有地結 以及一起的友好的關係 那麼最主要是這種地結的活動 除了是希望能夠提升台北在國際的一個人間度 同時也藉由這個交流 能夠促進我們台電雙方的一些觀光 更重要的是我們很希望透過這個交流 能夠在軌道技術人才培育上 以及副業的經營上 能夠做更深一層的交流 那麼彼此的去學習 我也相信 未來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努力 也今天 很謝謝這麼多軌道的同業代表們 能夠從日本而來 參與我們這130億周年 跟鐵路節的這個慶祝大會 所以我想軌道是非常專業的 所以安全就是變得非常重要的動物 怎麼樣提供一個安全靠信賴力的貼心的服務 這是我們台電所有同仁的一個職責 那麼我們期待在這邊 很切地希望所有的同仁 在未來我們新的票務系統 新的車隊 我們新進行人員的陸續的投入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一切努力 讓這條鐵路成為台灣鐵道是值得信賴 最值得各位所有的同仁 所有的全體國民 我們最信賴的一條貼心服務的一條鐵路系統 今天很謝謝部長 還有這位 引導而來的日本的同業代表們 再一次謝謝各位 也希望所有的日本鐵道同業 貴公司的業務能夠進入日上 也祝福今天所有在場的貴賓們 大家身體健康 擁保安康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大家 對我們台鐵人的經驗 讓我們請把握台鐵師大革新價值 共同創造成為充滿懷念